来跟进国内的疫情最新进展 那五国今天新增了4865宗病例 其中雪兰儿依然是位居榜首 新增了1743宗 接着是沙拉约的512宗和吉隆坡的477宗 死亡病例方面 今天一共新增了47宗 创下了新高纪录 累计死亡病例来到了1994宗 直逼2000大关 那五国的各州疫情方面 可说是持续恶化当中 截至昨天 全国的基本传染指数为1.06 当中有四个州数 分别是彭亨 吉打 霹雳和登加楼的 基本传染指数都突破了1.2 彭亨以1.26排名最高 已经是远远超出了全国平均的传染率 只有四个州数和区 包括纳敏 沙拉越 沙巴和季兰丹的 基本传染数是低于1.0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